血脂高的人不能吃榴莲吗?提醒五种水果适量吃,有助降血脂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高血脂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常见疾病。 高血脂是指血液中的脂质水平过高,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因此,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脂非常重要。 在这个影片中,我们将探讨榴莲是否适合血脂高的人食用,以及介绍五种有助于降血脂的水果。 一、正常血脂指标是多少? 正常血脂指标包括四项,总胆固醇2.8到5.7。 甘油三脂0.56-1.7。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.07-3.37。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.16-1.55。 血脂的检查包括这四个具体指标。 这四个指标与心血管疾病息息相关。 2.血脂高的人有四大异常。 为身体血脂的红灯预警,看看你有没有。 1.胸闷胸痛。 血脂过高,身体很难保持健康。 不少人经常胸闷胸痛和血脂过高有密切联系。 因为心脏这个重要的器官要保持功能良好,血液要无时无刻提供。 不少人却在心脏周围血管因为血脂高堵塞,狭窄时出现不良症状。 长时间的心脏缺血,缺氧会让胸闷不适感明显,甚至会有心脚痛。 针对身体发出的信号,要通过及时治疗来改善。 血脂升高表现好转。 循环保持正常,心脏部位的不适感才可以减轻。 可见,发现身体有这种不良症状,需要警惕血脂高。 二,腿酸无力。 血脂如果控制不好的话,很容易引起四肢神经性病变。 最初的症状是两脚会慢慢发麻。 同时,伴随着火烧感,如果在发病的话,会感到双腿有针刺一样的疼痛。 若是血脂高到了无法控制的状态的话,细菌性感染就会发生。 致使双腿坏死。 三,视力下降或者短暂性的失明。 如果你是经常玩手机或者经常对着电脑,用眼过度导致视力模糊,视力下降,这是很正常的。 除此之外,没有任何征兆,出现视力下降,短暂失明的话。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血脂。 因为如果人体内血脂升高,血液中的脂蛋白就会从毛细血管流出去。 然后过渡到视网膜,会影响视力下降,严重的会短暂失明。 四,肢体麻木。 血脂水平升高,身体的麻木感是比较明显的。 很多人长时间血脂过高没有得到控制,有可能会影响全身血液循环。 如果血液无法及时输送到身体的每个部位,可能就容易出现肢体麻木感觉。 一般有这种情况发生,就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来降低血液粘稠度。 这样血脂水平保持稳定,肢体麻木感才能减轻。 防止血管病变严重导致正常生活受影响。 三,血脂高的人不能吃榴莲吗? 首先,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些营养成分。 榴莲是一种很好的热带水果,富含大量的维他命、矿物质、卡路里和脂肪。 尽管榴莲的脂肪比较多,但是还没有高到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。 另外,榴莲还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B等各种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利的营养物质。 其实,吃点榴莲是不会引起血脂的。 不过,高脂血症患者仍需严格限制其摄入量,以免过量。 四,提醒五种水果适量吃,有助降血脂。 一,草莓。粉嫩的外表宛如诱惑般向你招手。 然而,这美丽而香甜的水果不仅仅是对眼球的抚慰。 它充满的抗氧化剂和大量的维生素C,再加上富含的果胶和膳食纤维。 可以有效地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,俗称坏胆固醇的水平。 放下你对榴莲的眷恋。 尝一尝草莓,相信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美味世界。 二,苹果。 苹果一直被誉为健康之果。 它富含膳食纤维。 尤其是果胶,能够有效地帮助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水平。 此外,苹果中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。 如类黄酮和多酚,能够有效防止血管壁的氧化损伤,减少新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每天吃一个苹果,让你的血脂保持在健康范围内。 三,山楂。 其含有丰富山楂酸、柠檬酸、脂肪分解酸及黄酮等物质。 四,能有效抑制肝脏胆固醇的合成,并促进肝脏对血浆胆固醇的摄取。 进而降低血液中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,同时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含量。 四,猕猴桃。 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液和抗氧化物,能够有效降低血脂,保护血管健康。 五,常吃猕猴桃,不仅能够享受其酸甜可口的风味,还能有效预防血管老化,让健康与美味同行。 五,柚子。 柚子中含有丰富的类黄酮物质。 这些物质有助于减少胆固醇的合成,降低血脂水平。 同时,柚子还富含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,对心脏健康大有弊益。 早晚各吃半个柚子,既能美味可口,又能维持良好的血脂水平。 四,高血脂害怕三件事。 你若能坚持,血管一天比一天干净。 一,合理用药。 有必要的情况下,服用调节血脂的药物,才能让指标稳定下来。 有的人之所以血脂越来越高,原因是有健康问题,放任不管,已经检查出了高血脂。 要根据指标升高的情况,医生建议判断是否需要用药。 如需服用降脂药物,掌握正确的用药方法,才能药到病除。 二,坚持锻炼。 锻炼是让血脂水平保持正常的好习惯。 有这种正确的养生方法来调节身体,可以促进热量的消耗。 坚持下来会发现血液粘稠情况得到改善。 很多人身体肥胖,血脂升高和缺乏锻炼有关,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运动量。 而在缺乏锻炼之后,身体消耗的热量少,血液粘稠度也增加。 没有通过运动来促进身体的循环和代谢。 保持体重正常,久而久之,血脂升高表现也明显。 因此,要改善高血脂还需专注于锻炼。 每天利用空闲的时间有氧运动,坚持下来不仅心肺能力增强,血液流动速度快,粘稠的情况也改善了。 三,控制饮食。 如果发现体内血脂升高,一定要控制饮食,适当减少高油、高盐等食物的摄入。 这样能降低血液粘度,加快血液流动速度,进而避免肢质堆积。 平时尽量保持饮食清淡,经常吃一些新鲜果蔬和粗粮。 也有助于稳定血脂和预防高脂血症。 血脂高的患者可以多使用一些蛋白质含量高。 脂肪含量少的食物,比如大豆以及豆制品等,这类食物中含有优质蛋白质。 脂肪含量较少,食用后可以降低血脂含量。 糖类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能量,但是过多食用糖,对控制血脂不利。 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合称三高,可以相互诱发,所以日常中还要注意血糖。 血压的控制,多食用苹果,别看小小的苹果,其营养非常丰富。 而且苹果中还含有降低胆固醇的物质,从而起到降低血脂作用,经常食用对人体有很多好处。 随着生活质量提高,人们开始注重饮食多样化,但却不重视饮食均衡,这就导致人体营养物质失衡。 血脂升高,日常中一定要重视起来,此外还可以通过运动来增强新陈代谢,帮助体内脂质尽快代谢,降低血脂。 血册儿